一群人在KTV包廂外 進進出出相當慌張 地板滿是玻璃酒水 滑倒滑倒再滑倒 狼狽站不起來 會那麼著急 原來包廂內躺了一名被打的男子 而動手的無性扼煞 又跑進包廂內 一群人也跟著擠上去 警方貨爆後火速到場壓制 服務生也趕緊拖地清理 KTV包廂見血 一路到一樓馬路車門血跡斑斑 15號凌晨新北新莊區 中華路二段的KTV 才剛開幕兩個月就發生鬥毆 靈性男子喝醉 又找前女友卻誤闖包廂 對方也有幾分醉意 歡唱被打斷 當場衝向前 持久瓶攻擊殴打 靈南頭部身體四肢 都有撕裂傷緊急送醫 經過我們清查發現說 只有這名無性男子 對著靈性友人動手 於是將他依這個傷害罪 移送地檢署來偵辦 一幫實名惡煞 有人圍觀有人動手 把被害人打到進醫院 遭警方逮捕的時候 褲子上還沾滿血跡 不過被膽的男子 過去曾有酒駕前科 這回又是黃湯下肚惹禍上身 沒找到前女友反釀滿身傷 記者詹網林一軍 新北採訪報導